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猪肉锅贴的制作方法 制作猪肉锅贴我们需要准备的原材料有 五花肉馅 500克 面粉 300克 葱花 250克 姜末 30克 30摄氏度温水 250克 盐 味精 鸡精 胡椒粉 糖 13香 料酒 老抽 香油 烹调油等适量 制作猪肉锅贴的第一步就是和面 首先我们将面粉倒在盘里或面板上 中间扒出一个凹槽 倒入150克的水 而后先将部分面掺水使其将水吸干 之后开始用手焯拌面 使面粉呈面碎状 然后开始用力揉 当面团揉到面团光 面板光 手上光时 面团就揉好了 面团和好后不可忽视的一个步骤是形面 形面可以增加其韧性 用形过的面包的皮儿吃起来会更劲道 形面时可用保鲜膜将面团包好 放置15分钟左右即可 在面团形面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调馅了 将五花肉馅500克倒入调馅盆中 加入姜末30克 加入盐6克 味精2克 鸡精3克 糖1克 13香0.5克 老抽和料酒少许 为了让馅儿更加鲜嫩 可以在馅儿中加入少许水 一般500克肉馅儿应加水100克 将其搅拌均匀 最后在准备包制锅贴的时候 再加入葱花250克 香油10克 将其搅拌均匀 以此来减少葱花在盐的作用下渗透出水 从而保证葱花原有的味道 馅儿调好后 我们开始做锅贴 首先把醒好的面团去掉保鲜膜 将面团再稍加揉一揉 然后搓成粗细均匀的长条状 我们就可以分剂子了 分剂子时 先在面板上均匀的撒上一层薄面 这样可以防止剂子和面板 以及剂子和剂子间的粘连 剂子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调节 一般为2-3厘米左右的小立方体 剂子分好后 我们开始擀皮 首先将剂子按扁 然后撒上薄面 用擀面杖将剂子擀成椭圆形 将调好的肉馅放到皮的中间 然后将皮对折 从中间向两边捏 注意不要全部封口 要稍留点边 这样可以使锅贴汁液流出来 使外表皮也入味 也可以使馅儿更快煎熟 首先在电饼撑的锅底 刷上薄薄的一层油 然后将包好的锅贴 按顺序一个挨一个放入锅内 摆好后 盐锅的周边及锅贴的缝隙加入少量水 盖上锅盖让其煎烙两分钟 然后再在缝隙处和锅贴上刷一层油 继续煎烙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时因为锅贴都是连在一块的 为了让其更加美观 我们要将锅贴一铲铲出 这样我们的猪肉锅贴就做好了 在厨师的手里 这锅贴是既美观又美味 看得人食欲大增 作为一种传统面食 锅贴的馅料种类非常多 除了猪肉馅 还可以制作出不同馅料 不同口味的锅贴 制作方法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 说完了猪肉锅贴 我们再来看一种 有着悠久历史的面食 香河肉饼 说起香河肉饼呢 要遵述到一千多年前的 突厥肉饼 早在一千多年前 内蒙地区多牛羊少粮食作物 那么突厥人在招待客人的时候 善做肉多皮少的肉饼 那么当时被称为突厥肉饼 在明初时期移民至香河 然后将这种饼的手艺也带至香河 在香河发芽以后被当地称为香河肉饼 接下来咱们看香河肉饼怎么做 制作香河肉饼 我们需要准备的原材料有 面粉250克 牛肉馅500克 葱花150克 姜末30克 花椒水200克 常温水 味精 鸡精 老抽 十三香 盐 香油 烹调油等适量 香河肉饼的特点是皮薄馅多 要让这么薄的皮在包制和煎烙的时候不破损 这对面皮的韧性和筋力就有很高的要求了 如何把面活得如此劲道呢 首先从面中间扒开一个凹槽 放入100克的常温水 先将部分面粉掺水搅成面碎 接着将面碎用力揉成面团 当面团揉光并感觉有点硬时 用手沾上清水反复揉 使面团逐渐变软 然后稍加薄面继续揉 直到面团恢复原来的硬度 然后接着蘸水 使面团变软之后再让其变硬 最后用蘸水揉制 使其达到软硬适中的面团 这是香河肉饼和面环节的一大特点 俗称三软三硬 用这种方法和好的面 劲道十足 面团活好后 还要用保鲜膜包好 行面二十分钟 以此来增加面的韧性 这就是香河肉饼皮薄而不破的秘密 在行面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进行调馅了 香河肉饼的馅也是有讲究的 首先在牛肉馅里放入姜末30克 加入盐5克 味精1克 鸡精2克 13香0.5克 老抽适量 花椒水100克 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 这样可以使牛肉更加鲜嫩 最后加入葱花150克 香油适量 将其搅拌均匀 馅调好后 我们就可以做香河肉饼了 将饧好的面去掉保鲜膜后 再揉一揉 然后按照您家锅的大小来分剂子 在此我们分为两个剂子 稍加揉制后 搓成一头粗一头细的长条 然后擀成一头宽一头窄的四边形 接下来从面片的宽头起 到面片的三分之二处放入肉馅 且四周留边 然后将没有铺肉馅的三分之一面片 向宽头折叠 而后再次折叠 之后将宽的一头流出的三边向上折起 将馅包好 然后再向四周赶开成饼状 这样香河肉饼的外形就做好了 煎烙的时候 先在锅底刷上薄薄一层油 然后将肉饼放入电饼窗中 这时不要给上面的面刷油 要盖上锅盖 半分钟后 等上面的面发干发硬后 再在上面刷油 这样香河肉饼的薄皮 才不会被刷破 盖上盖子后 大概两分钟左右 将饼翻过来 再刷上一层油 两三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后将饼切成小三角 装盘 香河肉饼就制作好了 这个香河肉饼的特点是 皮薄 下大 吃口呢 皮柔软 筋道 下呢 吃起来浓香 可口 那么这个香河肉饼呢 在制作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呢 首先第一 在包这个下的时候 这个皮一定要在擀的时候 厚薄均匀 在烙的时候 一定要温度 达到温度以后 一般达到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度的时候 才可以把生 才可以把擀好的饼下入锅中 烙至两面上花 现在正值冬季 经常吃肉能够帮助人体增加热量 低于寒冷 而各类肉食之中 羊肉是最具温补作用 所以人们常说 冬季是吃羊肉进补的最佳季节 以羊肉为馅 可以制作成各种面食 羊肉水煎包 就是深受时刻青睐的一种美食 下面我们就以三百克面粉 五百克羊肉馅为例 教大家制作羊肉水煎包 制作羊肉水煎包 我们需要准备的原材料有 面粉三百克 羊肉五百克 花椒水一百克 香芹叶五十克 葱末一百五十克 姜末三十克 常温水、糖、鸡精、味精、酵母、泡打粉 芝麻、盐、老抽、蚝油、香油、烹调油等适量 准备好上面的原材料 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首先要进行和面 将面粉三百克倒到面板上 中间扒开个凹槽 将酵母五克放到凹槽内 泡打粉三克撒到面上 加糖十五克 加常温水适量 搅拌均匀 使加入的酵母和糖充分融化 然后超拌成雪花状 用力揉面 若发现面团水量不足时 可用手蘸水 将水揣进面里去 将面团揉到面光、手光、面板光就可以了 然后用保鲜膜将面团包好 开始形面 形面十分钟左右 在此告诉大家个小窍门 在加了酵母和泡打粉的面团里 加些糖 可以起到促进发酵的作用 在形面的同时 我们可以来调馅 首先将香芹叶切碎备用 香芹叶的加入 可以达到去山增香的作用 所以香芹叶必不可少 然后将羊肉馅放入调馅盆中 加入姜末三十克 葱花一百五十克 盐六克 鸡精两克 味精一克 蚝油五克 老抽适量 香油适量 而后加入八十克的花椒水 这样可以使馅儿吃起来更加鲜嫩 最后加入香芹叶 搅拌均匀后 我们的馅儿就调好了 调好馅儿后 我们开始做水煎包 首先在盘子中刷上油 以防止包子粘连 然后将饧好的面团 拆下保鲜膜 将面团揉光滑 搓成长条状 而后撒上薄面 开始分剂子 剂子大小一般为二十克左右 然后将剂子按扁 开始擀皮 擀皮要擀成中间厚 两边薄的圆心皮 直径大概七厘米左右 然后将肉馅儿放入中间 用包包子的方法将包子包好 具体方法是 左手拖住包子 右手拖住包子 右手拇指捏住皮不动 然后左手按顺时针方向稍加转动 然后右手食指将转来的皮捏到拇指前 包子皮转动一周 包子也就包好了 将包好的包子底部稍稍沾点水 然后沾上芝麻 放入刷好油的盘子中 水煎包的包制过程就完成了 还记得水煎包底部那薄薄的金黄色脆皮吗? 它其实是用面水制成的 下面我们来调面水 首先放入面粉三克 然后加常温水八十克 一边加水一边用筷子搅动 搅拌均匀后留作备用 调好面水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煎烙了 首先开小火 然后在锅底刷上少许油 将包好的包子放入锅内 而后将面水沿包子的缝隙倒入锅内 盖上锅盖 开中火 使水快速变为水蒸汽 将包子蒸熟 约五分钟后 当水分蒸干时 打开锅盖 沿着锅边淋入少许油 再煎烙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由于我们加入的是面水 所以你会发现包子的底部 是由薄薄的一层脆皮连在一起的 为了让水煎包更加美观 不想让其脆皮破损 你可以用笔锅小一号的碟子 倒扣到锅内 然后将锅扣过来 这样漂亮的水煎包就做好了 怎么样 对这色泽金黄外脆里嫩的水煎包 是不是垂涎欲滴了呢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为大家带来一种北方的家常主食 韭菜盒子 它的做法也不难 但是要想达到外形美观 馅料紧实不流汤 又不失鲜美的味道 还真的有点小窍门 我们介绍的下一个煎烙面食是韭菜盒子 它皮薄馅大 味道鲜美 不肥不腻 口感好 而且很有营养 是北方地区 尤其是在京津地区流行的一种煎烙面食 深受人们喜爱 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俗语 初一的饺子 初二的面 初三的盒子往家转 盒子的和与和谐音 在老百姓眼里 有和美和顺团圆的意义 所以春节期间 人们包盒子吃 来期盼和家团圆 家庭和睦 家人和谐 生活和顺 下面就带您一起去看一下 如何制作味道鲜美 且极富寓意的韭菜盒子吧 制作韭菜盒子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面粉300克 韭菜350克 木耳200克 鸡蛋160克 胡椒粉 味精 糖 盐 香油 鸡精 十三香 大于50摄氏度的热水 烹调油等适量 首先我们将韭菜切碎备用 然后将木耳切碎 装盘备用 最后将鸡蛋打散 炒熟 剁碎 装盘备用 准备好原材料后 接下来我们要和面 首先将面倒在面板上 中间扒开一个凹槽 加入适量热水 然后开始和面 用热水和面可以降低面的部分筋力 吃起来皮儿更加柔软 当面团揉至面光 手光 面板光后 面团就和好了 然后包上保鲜膜 形面30分钟 在形面的同时 我们进行调馅 首先在盛油韭菜的盆中 加入备用的鸡蛋和木耳 然后加入13香 0.5克 味精1克 盐5克 胡椒粉1克 鸡精3克 糖3克 香油适量 烹调油少量 下面我们开始拌馅 拌馅时 拌馅出水可是一大难题 如何能做到拌馅时不出水呢 下面我们就听一下赵师傅拌馅时有什么高招吧 那么怎样防止这个下出水呢 第一 韭菜 在切的时候 刀要快 第二 在切的时候 有种推刀切 不可直刀切 那么推刀呢 是往下切的时候呢 顺势往前推着走 这样切下去 这样的叫推刀 那么直刀的话呢 就是直接切下去 那么韭菜会出水 所以说不能用这个指刀 要用推刀器 就是推刀 第三 那么拌的时候要超拌 不要搅拌 另外就是这个料一次性加构 为了就是什么 超拌的次数要少 一次性拌好成馅 这样的馅才不会出水 调好馅后 我们开始包韭菜盒子 首先将饧好的面团 拆下保鲜膜 稍加揉制后搓成长条 然后在面板上撒上薄面 开始分剂子 剂子的大小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一般为20克左右 然后把剂子按扁 擀成中间厚两边薄的圆形皮 直径大概在9厘米 擀好皮后我们开始包馅 首先将馅放到皮的中间 接着将面片对折 使其呈月牙形 然后将外圆用手指压实 为了让盒子更加好看 我们还可以给它捏上花边 具体方法是 从盒子外圆的一端开始 用拇指向斜上方 折起一个小褶 再向后移动 折起另一个小褶 保证前褶压住半个后褶 以此种方法直至 折捏到盒子外圆的另一端 这样一个漂亮的韭菜盒子 就包好了 包好后我们开始煎烙 当电饼撑热了以后 在锅内刷上一层油 油量以没过生皮底部为标准 将韭菜盒子在锅内摆好 盖上锅盖煎烙一分钟 然后打开锅盖查看 当发现韭菜盒子上面的皮发干以后 在上面刷上一层油 盖上锅盖继续煎烙 煎烙的时候我们要勤查看 防止阴火过大 煎烙时间过长 而使我们的韭菜盒子糊锅 当煎至两面金黄色时 就可以出锅了 随着家庭厨房里吹具和造具的改进 人们在自己家里可以制作的面点食品 越来越丰富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种煎烙面食的制作方法 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掌握呢 在这寒冷的冬季 亲手制作出的飘香美食 一定会让家人享受到一种美味 一份温暖 好了 今天的网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